另外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新庄的中港礼呢 不为台风搅局 还是照常的举办的这个中秋晚会 那么当天呢还是吸引了这个非常多礼民前来参与 同时呢礼办公处呢还颁发了奖助学金 同时发放这个物资给弱势家庭的朋友 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中秋佳节的温馨气氛 就在大家因台风莫兰地来袭 纷纷延期中秋活动 让今年中秋少了那么一点过节气氛 但中港礼长却不想少民众兴致 虽然仍照常举办14号中秋晚会 而当天果然吸引了不少礼民前往 同时还颁发奖助学金 以及发放物资给弱势家庭 鼓励他们读书 然后众帝低收而少 有附带付资 每个人都是五百块 年后也要感谢 我们中港礼的人大家都很合作 每个人的回收都会拿来立办公室这么高 在这里也要感谢 这些租收站的助攻他们的付出 也要感谢我的李干事 他真的会辅导我们怎样做事情 所以今天有这个舞台 要感谢中港礼的乡亲 这些奖学金的来源 就是由平常 那我们中港礼 每个礼拜四的下午一点 到晚上的九点 我们办房经理的资源回收站的一个工作 他变卖这些资源回收的物资 然后换取一些基金 然后由这些基金 起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来鼓励我们中港礼内的国小的学童 还有国中 还有高中 大学的各个学子 因为要得到这个标准的话 才可以拿到这个 所以会要继续加油 要不要谢谢崔华阿姨 谢谢崔华阿姨 中港礼中秋活动 虽然没有摸彩过程 但一向种温馨关怀路线的 他们的确也着实让大家 过了不一样的中秋节 中秋节前夕 我们是崔华市里长 期盼这个中秋环保季节能 而且还做了很多的爱心的活动 把里内的低收入 都拉入他关怀的对象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里长 中港礼旅长 举办这个中秋晚会 我代表预长祝福 所有的乡亲中秋佳节愉快 一切顺心如意 感谢各位 谢谢 或许热门围少了点 但却多了感动温暖气氛 这就是属于中港礼 有人情味的中秋晚会 而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相信明年依旧会是 里面西家带卷参与的好地方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